這個嗎 好 大家好 初次跟大家介面呢 我先小小的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做林毅 那我畢業自 出來了 我畢業自是大聲科系 那一開始的話呢 就是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小小的背景 剛剛Iris已經順便講了 我關於我蠻多 就是神奇的小資訊 那我大學的時候 就發起了一個團隊 叫做寶島競箱團 王老江還在做的事情 就只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糾團淨灘 號召樂事各樣的人 來到海邊撿垃圾 就這樣 沒有做其他的 沒有做其他的 對 然後我覺得其實也是蠻開心 環保醫師 在每一個人的生活中 慢慢的萌芽 那愛護地球的心 或許是每一個人 都要去做的一個責任 那慢慢的做了之後呢 我在某一年的元件雜誌 去去年我也忘記什麼時候 然後呢 就被選為就是什麼平民英雄 然後選為平民英雄 這個就是還好 那就是一個頭銜 就沒有什麼 就是一個頭銜 就是 就是如果你有 反正就是 欸我們不小心按到 竟然不小心按到 是 那我們先回到上一張 我是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被選為平民英雄之後 我就收到了一封信 就說 遠見雜誌邀請您 去總統府跟馬總統見面 然後我說 被選為平民英雄 幹嘛去跟馬英雄見面 就是莫名其妙 然後他就選了 非常非常多厲害的人 像什麼銅建小林村的啊 然後什麼就是 復興一些文化藝術的 然後我說 我根本就是個路人 剛剛比起來 初不時我想說 但是如果有機會 去跟馬英雄見面 還是要去 因此我剛剛就不小心破梗了 我就去跟馬英雄 就是聊了一下 然後我本來以為 就是我就是代表 遠見雜誌去 然後我就想說 那應該就是一個很正式的場合 我應該也不會有機會跟他聊天 然後當天在車上的時候 遠見雜誌就說 各位平民英雄 我說什麼東西 他說聽你們準備兩分鐘 跟總統的誤談 我說喔 所以真的有機會跟總統 一對一講話 他說有 還真的有 我就跟馬英九聊聊 大概兩分鐘 關於就是環保的東西 馬英九的結論就是 加油啊 年輕人 好什麼東西 也沒有什麼結論 爛死了實在是 還不是我愛死我在幹嘛 不知道 好那我們這邊 沒有任何的政治評論 以及政治立場 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欸就是 其實我大學的時候 也只是 跟前面幾個朋友們都一樣 那就是很努力的 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沒想到 連剪個垃圾 也可以跟總統握個手 然後他們就說 欸所以你有死亡之握嗎 我說對 我是經歷死亡之握還活下來的人 好 那每一次每一次就是 我大學的時候 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在號召各式各樣的人 一起就是投入環保 或者是做一些 跟環保相關的事情 那在這邊小小的推銷一下 直到今天我們都還要持續進行 如果你對淨灘活動有興趣的話 5月30號 我們會在北海岸的某處 還沒有決定哪裡 但是會發佈這個淨灘的消息 以及資訊 沒錯 然後 好的 那我後來我也就是去太太北演講 就他剛剛 Iris剛剛有提到 那我覺得 大家真的是要 努力的準備 努力的累積 才有機會 在出現 機會出現的時候 走上去這個舞台 但是 我覺得 就是我太小看自己了 太大看自己了 那時候我想說 我在去太太北演講之前 大概有50場的演講經驗 然後我就覺得 我應該還OK吧 我就是認真的小小的準備 然後我就是 就是到了然後就去 後來當天 那天來臨的時候 我就到了那個會場 然後我就發現 事情不如我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什麼意思 我的準備可能就是 一般人對一個上台報告的準備 再多個30% 但是我到場的時候發現 其實所有所有正在努力的人 他們努力都不是30% 而是120% 因為我今天要準備120分 我才能在站上舞台的時候 讓別人扣我20分 我還是100分 我發現 在台上站的人 不是什麼 就是什麼靈異什麼東西 不知道 是什麼林懷民 是柯文哲 是柳林偉 是柳安婷 是各樣在各個領域 非常傑出 非常厲害的人 但是現在的我們 可能以後就是他們 但是我們應該要在 現在準備的時候 就準備到120分 到時候才能被扣到20分 那我也才發現 就是 不管現在的我們是怎麼樣 但是只要有舞台 有機會 都要去嘗試 我在上面非常的丟 也講非常的爛 然後我那時候 人生還面臨低潮 然後我下來之後 還腳軟 因為真的太可怕了 對 但是如果我不上去挑戰 我不上去嘗試這個機會 或許我沒有被電過 就是不知道 就是下一次 我還是會付出一樣 慘痛的代價 但是在這個之後 我發現 我每一次演講 每一次做努力的準備 可能都是要 譬如說 如果再讓我來一次 我站在台上的時候 我一定要就是先講過 至少50次 我再趕上去這個舞台 不然真的太丟臉了 真是不知道在幹嘛 是的 那我在大學的時候 做了各式各樣很多的事情 然後還有像是辦一些快傘活動 然後我就會強迫大家 在就是我想要快傘的時候 去快傘 這是我大三的時候 就是號召我系上的同學 然後去各個地方 為了國慶日就是去舉牌 為什麼要舉牌 因為我爽 就是想要做一些開心的事 然後我們去各個地方 就是祝台灣生日快樂 或者是我們就是號召一些年輕人 然後上街頭躺在馬路上 這個是要去模擬全球暖化 然後水淹馬路的景象 所以我們穿著藍色的衣服 代表海水 然後就躺在馬路上 然後跟大家說 現在就是環保意識抬頭 大家必須注意到這個 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 我在網路上公布說 要穿藍色的衣服 但是就是穿紫色的 不知道是不是同學有色嗎 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我一直以來都是一個 想辦法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實踐 我對這個社會的一些堅持 還有一些熱情的人 那無論如何時間是過很快的 所以我後來就畢業了 畢業了之後呢 畢業了之後呢 我就想說 因為我是念赤大生科系的 所以我就去嘗試當一個生物老師 那大學大四的時候 我在台北的成功高中實習 這是不是有動畫 欸不是不是不好意思 是是是沒有沒有 那我在成功高中實習 那一開始實習的時候 應該說 我們都是要接觸了這個行業 一陣子而不是 而不是只是一下子 你才真的知道這個行業 是一個怎樣 怎麼一回事 才真的知道說 你是不是要選擇 繼續做這個行業 然後我想說 好那我就先嘗試一下去實習 大概實習了半年吧 那我覺得欸好像還蠻有趣的 然後還不討厭 就是這樣的一個生活型態 但是如果當老師 然後四十年一輩子 是我想要的嗎 我也還沒有很確定 然後我覺得 對我還要再繼續嘗試 一如淨灘 淨一兩次 我可能還不確定 我是不是真的想要 對環保有那麼多的興趣 可能要淨很多很多次 我才能確定 我在這個領域 是想要長期付出的 所以我就再去 中山女高 當 嘿 齁 實習老師 我再去中山女高 當實習老師 那在中山女高的實習 就是更全面的實習 讓我了解到說 如果當老師會發生什麼事 那我就發現 我其實不是很想當老師 但是我又不能確定說 我是哪裡不想哪裡想 我又好像有一點FU 但是又說不出來一個所以然 所以我想說好 那我就再試一次 所以後來我大學畢業 大體驗的老師考到了教師證 不是那個就是有缺 是考到教師資格 你有教師資格 你才可以去考缺 缺很難考 流浪教師就是有資格 但是沒有缺的人 好的 所以我想說 那我就再當一次老師 如果真的不行 我就不當老師了 看要幹嘛再說 所以我就去了 最後一次我就去了 蘭嶼高中當老師 在蘭嶼高中當老師 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經驗 因為是偏鄉中的偏鄉 離島中的離島 然後那邊的小朋友 就是全部都是達悟族 都是達悟族 然後他們上課的時候 不會吃飛魚 但是會吃泡麵 然後會躺在地上 會做一些你可能 就是想像不到的事情 因為他們的生活背景 跟我們不太一樣 他們的文化也跟我們不一樣 然後我們下課 可能就是要回家 然後做一些廢事 就是你去家裡耍廢之類的 看電視 但是他們有時候 有些小朋友回家 是要去幫家裡補飛魚的 他們要幫家裡種芋頭 如果他們不這樣做 他們可能就沒有東西吃 他們還是很多人 在做一些一級一些 比較的一級 一級產業的東西 一級產業的東西 對 然後我才發現 原來就是當老師的生活 我完全的一個叫什麼 4-time的體驗的老師的生活 然後我就覺得 我喜歡老師對學生帶來的價值 也喜歡老師在這個行業 所賦予的一些社會的意義 教育的責任等等 但是要我現在大學畢業當老師 然後一當就是40年嗎 我就遲疑了一下 然後我發現 如果真的要當老師 的確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是一個人生中的現實 那我就覺得 對這是我不當老師的第一個理由 好像62歲的時候 我不想要成為一個老師 或許校長主任 也不是我很想要成為你的樣子 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是 常常很多時候 大家都說出社會之後 職場什麼 就是各式各樣的一些光景 我可能都不知道 我大學畢業之後 只當過老師 然後偶爾演個獎 我都不知道老師以外的世界在幹嘛 職場什麼耳魚我炸 商場你爭我多 我都只是聽聽而已耶 我很想要自己去經歷啊 因為只有自己去經歷 那才是我的東西 但是我就是沒有那個機會 我就覺得 我應該去看看才對 我應該去看看才對 第三個我覺得也是最重要的理由 我在上課的時候 然後我就教的是生物的知識嘛 如果沒有一個具備足夠的生物知識 學生就會覺得這個老師不認真 然後給他一個不高的評價 可能各位都有這個經驗 我們在國高中的時候 如果老師的 對於專業方面的知識不足 那這個老師是小小被扣分的 可能大大看他的人 看他人品怎麼樣 對 但是在我們出社會 但我們離開國中高中 可能都一陣子了 你會發現所有你記得的老師 所有你覺得很棒的老師 他都不是因為他的上課內容 你覺得很棒 都是因為他的做人處事 都是因為他真正帶給學生一些 他們生命中拿不走的東西 而那可能是人品 那可能是態度 那很多都不是知識方面的東西 那個老師教他什麼 我可能也忘了 但是我記得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我發現好像這種東西 才是最重要的東西 但是我的生活經驗這麼的淺薄 我的人生經驗 也沒有什麼人生經驗 但是我還要教我的學生 高三的還要問我說 老師我要選哪一個科系比較好 我怎麼知道 你告訴我 你不笨詩嗎 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就很無知 我覺得好像我了解的東西 還不夠多 我應該要去看看這個世界 不管怎麼樣 以後要當老師嗎 或許可能大概不知道 但是我應該再去體驗一下這個世界 無論是什麼樣子 然後我就很緊張 因為我要離開一個所謂的舒適圈 我要面對下一個不確定 然後我要就是 從一個很穩定的 所謂老師的一個狀態 然後跳到下一個 我也不知道會怎麼樣 但是我還是覺得 該離開的還是要離開 如果我們一直困在這裡 我就沒有辦法得到下一個可能性 得到下一個機會 所以我就毅然決然離開了 離開了之後 當然馬上就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問題 就是你要去哪裡 你要做什麼工作 你十年之後要成為什麼 不要 想要把誰打死 我就覺得我只是一個智障 不要問我什麼問題 躲起來之類的 然後 那陣子就大概 滿難 就是低潮了滿久 大概半年左右吧 半年左右 我也其實滿驚訝 原來我自己需要這麼久的時間 才能接受 就是一個轉變的過程 轉變的過程 對 然後我就很緊張 但是追根究底之後 我還是發現 我還是發現 其實所有的事情 都要追根究底到兩個層面 我喜歡什麼 以及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喜歡什麼 以及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那我就想了一下 想了一陣子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無論怎麼樣 在這個過程中 我還是喜歡跟人相處的 我還是喜歡跟人互動的 我還是喜歡出來 然後就是 跟各式各樣的人 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接觸 然後我喜歡嘗試新的事物等等的 我有一些個人的特質 在座也一定都有 每個人的個人特質不一樣 但我相信就是 每個人的個人特質 都有一個世界上最適合他的地方 或許當我們找到了那個 屬於自己的位置 就有機會可以大放異彩 但是 要找到那個位置 才有辦法大放異彩 我覺得 那個位置是很重要的 一如 一如今天小S好了 小S如果今天一直在娛樂百分百 他可能就是一般的一個藝人 但是今天開了一個康熙來了 他有辦法發揮他的一些 不管是嘴賤也好 不管是毒蛇也好 這個東西有人要 他就有賣點 而他就有辦法透過這個 成為一個 就是不同於之前等級的一個狀況 那我也覺得 所以重要的是 我們遇到了什麼樣的機會 遇到了什麼樣的位置 讓我們成為什麼樣的人 好 然後我想說 那我就來嘗試一下 看看就是 譬如說演講啊 主持啊這方面 是我以前常常做的事 那我是不是可以繼續嘗試 好 所以從此之後呢 我就開始接了各式各樣活動的主持 然後我活動的主持接了一陣子之後 我就發現 如果我一直接活動的主持 我等你一搖也是活動的主持 那不是一樣嗎 跟我之前當然的時候有什麼不一樣嗎 然後還更不穩定 然後還不知道在幹嘛 或許 對那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不代表每個活動的主持人都這麼想 是 然後我就覺得 這樣不行 所以我就覺得 那我應該要去做電視節目的主持 我就嘗試一下吧 然後我就去試了 但是要成為一個電視節目的主持人 那我叫你乾淡 那我想說怎麼辦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一樣有個機會嘛 然後我就到處跟我的朋友說 我想要做電視節目